今年大谈的市议员选举 不少候选人推出Q版公仔造型的设计 可爱的造型让人不免多看一眼 也增加选民对候选人的印象 还有候选人用公仔造型设计成扇子 还有个人化Q版造型的糖果相当的有趣 民进党市议员候选人郭国文则在网路上举办公仔票选 增加与年轻选民的互动 反应相当的热烈 也是一次成功的选战行销 当初是跟一群年轻的同学做讨论 他们是建议用公仔的方式 可以拉近跟年轻的选民之间的距离 透过网路基本上年轻的族群比较多 少了一般政治人物的僵硬性 多了一些亲和性 所以说就采用公仔的方式 然后透过网路的票选 让大家也更有参与感 一些神韵还是有一些抓到神韵 这样人家才会感觉有相像之处 选人看自己的Q版造型到底像不像呢 这样我看是头发跟眉毛最像 记者吴淑琳台南采访报道